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几乎是刚进这大楼的一瞬间 李高楼就是一皱霉啊 马飞雪盲问 怎么了 毕竟他们两个人是走在一起的 所以李高楼那细微的变化 他自然第一时间察觉到了 这里边的阴气啊 比外边浓郁了十倍 小心点 李高楼压低声音 之所以如此 他知道自己说的太多 如果引起倒是他们的注意 反而是麻烦 他只是保证自己的话 马飞雪能听见就行了 马飞雪也紧接着打起了全部的精神 风水术当中 阴气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东西 平衡之道里边所谓阴阳之分 那就一定存在 这就好像是一座大山 有阳自然就得有阴面 向阳的位置 有向阳的特点 而背阴面也自然有他的特点 风水书里啊 阴气太足 如果阳气不足的人 进入阴气太重的地方 极容易得场大病 严重的甚至会丢落性命 正是如此 所以很多真正的高手 救人的时候都在一口阳气上面说话 之前在大楼外边 李高楼没感觉到什么问题 而随着踏进这栋大楼 那种浓重的阴气 在李高楼强大的精神力感知之下 确实恐怖了 所以他第一时间出声提醒马飞雪 他自己可以感觉得到 马飞雪确实不行 所以李高楼必须得小心 同时说完这句话 他握住了马飞雪的手 之所以如此 李高楼也是为了保证 如果真的碰到什么突发的危险 自己可以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马飞雪突然间感受到 从李高楼手心传递来的温暖 也是愣了一下 然后他平静的撇了李高楼一眼 你太用力了 本来还感觉自己挺有气魄的小李同学 顿时有点尴尬 马飞雪接着说 不过没事 我受得了 这让李高楼又是一愣 总觉得这画风好像有点不对呀 不过他还是继续握着马飞雪的手 跟着众人一起朝上 不得不说呀 年轻人呢 还是有点傻大胆 之前一个个明明怕得要死 进了大楼 却开始有人好奇起来了 有人呢 先是检查了电梯 确定电梯已经坏了 于是又在整个大厅里边晃悠 反正也是探险嘛 所以既然已经来了 那就看看 那也没什么问题呀 在他们检查周围的时候 李高楼也沿着一楼的大厅走了一整圈 一边走 李高楼一边按照自己所知晓的风水阵法进行研究 这一研究也让他的表情越发凝重了 确实是了不得呀 这东西根本不是外边看上去那么简单 等众人呢 差不多都停下来的时候 那倒是说话了 大家记住 五十层之后就是鬼门关 过了鬼门关以后 就是这栋大厦最危险的地方 一定得小心 好 现在我们开始前进 他的那些个小迷妹啊 马上点头紧紧跟随其后 至于李高楼和马飞雪 人家压根就没理会 其他几个男的呢 也是沉默的跟上 也不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 而后边的时间里啊 十几人可就开始爬楼了 也是因为之前紧张情绪积攒的太多 所以现在借着爬楼还得以释放了 而李高楼则一直感受的阴气的变化 本来他还想着 是不是这楼里边会有什么东西出来 但是真跟道士说的一样 前边五十层 没任何事情发生 而刚好在第五十层的时候 所有人气喘吁吁的爬上来 却全部都愣住了 因为他们看到眼前这一幕 完全超乎了他们的想象啊 五十层的楼梯口 是一个红色的数字 灯光之下看上去有点刺眼 不过真正让人感到恐怖的是 就在那树子旁边 有一根很粗的铁棍 直接插入了墙体 而铁棍子上边掉了一根绳子 绳子上边是一具尸体 这具尸体啊 那眼睛还正着 满脸都是血 看上去说不出的恐怖 而真正让人后背发麻的是 这具尸体的主人 他们都认识 可不就是之前独自离开 已经退出了这次冒险活动 那胖子吗 在众人确定这一点之后 立马有人就摊坐在地上 这种事太恐怖了 之前那胖子离开的时候 可是好几个人都跟着有相同的想法 可是现在呢 胖子死了 而且是如此匪夷所思的死法 那么是否当时 他们跟着胖子一起离开 也会变成一具尸体啊 念头即此 每个人心里边都直打颤啊 之前倒是说了 说恶鬼去找这些临阵脱逃的人 当真还没谁相信 只以为是这倒是在吓唬大家 可是现在胖子的尸体就在眼前 这种血淋淋的感觉啊 哪怕李高楼跟马飞雪都是眉头紧锁 之前感受到大楼里边非常浓重的阴气时 李高楼就觉得这地方没那么简单 或许真会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那么现在那胖子的尸体出现在这儿 当真让事情开始变得让人有点意外了 其他人都下意识的想要远离尸体的时候 李高楼速度极快 他直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那具尸体上 脸上的血迹应该是因为钝器击打头部所造成的 致命伤应该是在脖子的位置 应该是被人直接一刀割断了喉咙 而且很明显 他身上的衣服有很多地方都是残破的 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 他在死亡之后应该被什么东西折腾过 极短的时间 李高楼脑海之中确定这些细节 他基本上把事情的大概梳理了一遍 这胖子应该是之前跟他们分开之后 直接被人用什么东西啊 给打晕了 然后一刀割了喉 在把他杀了之后又用某种机械或者人力 把他的尸体从下边给运到这儿来了 这就是李高楼的想法 事实上任何一个有着基本思维能力的正常人 只要确定没什么鬼在作祟 那么都可以断定整个事情的经过 然而事实就是啊 很多人都被对于鬼神的恐惧而支配了他们的想法 比如此刻这帮啊 专门跑来冒险的年轻人们 一个个脸色惨白 全部躲在道士身后了 正是如此 所以马飞雪和李高楼两个人 看上去越发显得另类 道士压低声音 我已经说过了 如果有人半途而废 恶鬼一定会找到他 这番话他之前也说过一次 但是跟之前相比 可带了一种特殊的力量 同时的眼神变得凌厉 又是瞧了瞧李高楼和马飞雪 然后他走到了胖子这尸体的旁边 跟着道士举起了手中的桃木剑 这一把桃木剑紧接着就在他的手中开始跳跃 肯定是因为那个隐藏的打火机呗 导致空气再度亮起了一点小火苗 那些个早已经被吓傻的年轻人 这会儿眼中也生起巨大的希望和激动 毕竟到了这会儿 他们已经完全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这道士身上 那么同样 看到道士可以玩出这样的花样来 他们也看到活下去的希望了 否则真的跟这胖子一样死于非命 那可就玩完了 马飞雪看了李高楼一眼 想要从他那儿得到一点线索 不过李高楼却轻轻摇头 同时再度握紧了马飞雪的手 此时此刻 说别的都不如这么一个动作 可以让马飞雪安定下来 而事实上 马飞雪也的确因为李高楼的这个动作 心里踏实了 他相信 不管接下来面临什么样的麻烦和危险 只要李高楼在 那就自然可以迎刃而解 自己没必要怕什么 差不多五分钟之后 道士结束了自己精彩的表演 有个小姑娘直接对着她哭同一声跪下了 我不想死 我要活着 求求你了 救救我 听到这话 再看着小姑娘的那副神情 道士眼中闪过一丝冷光 放心吧 我已经说过了 只要你们所有人听了我的 那就一定可以成功登顶 只要到了顶上 那就自然结束了这次的探险 鬼门关也不可能进得去 道士说的非常肯定 那副神态啊 就感觉他现在就是上帝 什么事情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其他人早就没了主见了 纷纷点头 看到这一幕 李高楼可就有点好奇了 这个道士 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